你天天加工的一点草料有啥用啊 根本测试不出来你们的机器性能到底如何 今天啊就给您来点硬菜 除了要加工这些解杆类的草料之外啊 看到我身后有没有 这么多的粗粗织有多粗呢 这靠近看一下 这咱小拇指都大差不差对不对 这三根小拇指的粗度 然后呢这么多 给您看一下咱这台机器和加工 粗粗织之效果如何 它能不能代替这个木材粉碎机 然后呢咱们再看一下 这里面的刀片啊 这是我们平时天天用的一台样机啊 所以不是拿新机器测试的啊 这样机已经是加工了很长时间了 刀片也没有任何磨损 咱们先看一下 可以看到啊没有任何磨损 马上试机 先把这个盖子盖 安全地这么多 这太重了啊 下面要我直接 先上一些 这个 开口料啊 开口菜 让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加工效果如何 进去 进去 所以 5 般苗 专挑粗的啊 专挑粗的 然后咱们先看一下这里面 这刀片它会不会翻车啊 如果您觉得这刀片不耐用呢 您可以扣个一 觉得耐用扣个二 咱们猜一下 我去 漂亮 漂亮 怎么样 这可是五刀板的机器 而且五把刀 咱们看过来了 没有任何的磨损 揉丝刀更是完好无损 看一下这个出雕的效果如何 这枝叶部分啊 这叶子怎么样 这是树枝的叶子 粉碎的非常细 非常的松软 再看一下这个树枝 这个在改的部分啊 这是木质结构 这木质结构怎么样 那么粗的树枝 而且韧性非常高啊 这种树枝韧性非常的高 完全皮开揉碎了 这比玉米结杆粉碎的还要细啊 都翻下来 咱看一下里面 怎么样 漂亮吗 像这样的料 您觉得养牛羊 它不行吗 特别均匀 非常漂亮 这样的料 养牛羊 我说了不算 您说 如果您觉得这种机械 养牛羊不错的话 给小哥点个赞 点个关注 需要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支持 好